无赖邻居长期噪音扰民 看我如何一招搞定 楼上搬来了一户新邻居 他们家里有一个新孩子 成全在楼道里咋咋呼呼 闹出来的动静 上下两层都听得一清二楚 更可气的是到了晚上 在房间里又是拍篮球 又是跳绳 还在家里放了个摇摇车 每天晚上给我在这洗脑亲戚关系 那时候我经常在家做动画到很晚 被吵的是头皮花麻 思绪紊乱 三天跟不出一集来 跟出来赞也很少 伤心得得很 一开始我上楼敲门想跟她沟通 一开门出来的是女主人 我比较客气的说 能不能让孩子动静小点 这大姐态度还不错 说不好意思 我们马上改正 当时我还觉得她人不错 以为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谁知道当天晚上变本加厉 摇摇车 跳绳加篮球三重奏 时间延长到晚上十二点 明显就不是 熊孩子一个人在操作了 这明显是在特地报复 我只得打电话给物业说让他管一管楼上 噪音扰民了 物业说会去帮我沟通调节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楼上的噪音还是跟地震一样炒的我 头皮发麻 我只能又去楼上敲门 这次开门出来的是男主人 不等我说话就不客气的说 又是来闲我们吵着吧 我家孩子还那么小 调皮不是很正常吗 谁小时候不调皮 再说我们是在自己家里玩 又没有影响社会治安 大家都是住公寓的 楼房隔音差 我也没办法 要是实在受不了 就搬出去去住别墅去 别搁我这叽叽歪歪 然后啪一下就关门了 有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很明显不只是 我一家来找过他们家里 连话术都给我准备好了 根本不给我开口机会 结果也很明显 大家的沟通都没有解决问题 我一想这是个硬茬子 说理事说不通了 只能给他出一些歪招了 我拿出了我珍藏了 很久没用的低音炮 看到他就泪流满面 这是我年少时的回忆 再找到一个以前 买海鲜留着的泡沫箱 把音箱插上电载 连接上我的笔记本 直接搭起一个反噪音装置 打开最大音量 开始工作 那时候用来炸厂子的低音炮 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加上一个泡沫箱隔音 给楼上的感觉 绝对跟地震一样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住宿 果然过了一会儿 邻居来哐哐哐销门了 我听到了就是不开 还故意在房间里咳嗽 摆明告诉他 我在家呢 就是不给你开 第二天我直接在门口 贴了一张纸条 房间内外都有监控 如果损坏财物 后果自负 然后就出门旅游去了 至于那个低音炮 必须是24小时 全天无休工作 过不准事业 就打来电话 说邻居投诉我扰民 我说他先扰民你 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然后邻居电话 就打来了 在里面骂骂咧咧 我说我在自己家听音乐怎么了 我没有影响社会治安吧 大家都是住公寓的 楼房隔音差 我有什么办法 要是实在受不了 就搬出去住别墅去 别搁这叽叽歪歪 各处我都装了监控 要是东西损坏了 我直接报警 说完就挂了 心里内叫一个舒坦 直接把他的话 原封不动对了回去 一个星期后 我回家发现楼上已经搬走了 就把低音炮收起来了 听说是熊孩子受不了 噪音成天大哭大闹 父母没办法 只能搬走了 果然对付无赖 还是得用怪招 恶人还得是恶人魔 点个爱心 么么么么么 熊孩子扔我快递 最后卖房赔偿 我家德币住了个熊孩子 很喜欢搞恶作剧 平时经常在楼道里乱销门 乱替我们放在门口的垃圾 还喜欢用口香糖 放我的猫眼堵住 我们也上门 去找了他家长好几次 每次父母都是 一脸满不在乎的说 小孩子嘛 哪有不调皮的 不能磨灭 小孩子爱玩的天性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 一点度量都没有 讲理不成 反而被说成小度鸡肠了 遇上这样的邻居 我们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只能掏出我的 志雄孩子三十六计 没关系 我会出手 这天周末 我睡了个懒觉 西间快递员给我打电话 我让他先放在门口了 想着工作出门吃饭再拿进来 可一出门发现门口空空如也 我拿出手机 确定了一遍 跟快递员的通话记录 确定自己早上没有梦游 难道是谁把我的快递拿了 我打算去楼下保安室看看监控 一下楼发现楼下聚集了很多人 连救护车都来了 一个老头被抬上了救护车 边上还有一辆布加迪猛龙被砸了一个大窟窿 凑上去看 原来是楼上掉下来一个快递 直接把停在楼下的布加迪猛龙砸了一个窟窿 快递又反弹砸到了路过的李大爷 人直接被砸晕了 我这一看这不就是我新买的4090显卡吗 怎么自己从楼上掉下来了 看着外形里面肯定是报废了 毕竟我住在23楼 很快叔叔就过来了 拍了几张现场的照片 简单询问了一下 带着我跟车主 还有李大爷的女婿去调取了监控 原来是隔壁的熊孩子搞的鬼 把我的快递从23楼扔下来 快递砸坏了布加迪 然后反弹撞倒了路过的李大爷 叔叔在我的带领下找到了熊孩子家 说明原因后熊孩子妈妈拾口否认 称熊孩子一天都在家写作业 怎么可能出去扔快递 一定是搞错了 叔叔拿出了刚刚保安室录制的视频 熊妈又改口 他还只是个八岁的孩子呢 他什么也不懂 他只是无意识地做了这些 正因为他是未成年 所以他造成的这些损失 将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 现在请你叫他出来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我家小宝不在家 出去玩了 熊妈的话一次一个样 刚刚还说孩子一天都在家 这时候熊孩子自己出来了 妈妈是谁啊 叔叔上前问道 小朋友能不能告诉叔叔 你为什么要往楼下扔快递啊 妈妈说他们能开这么好的车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就制作了快递炸弹扔他 一下就给他砸了一个大窟窿 感情这还都是熊妈教的 自己心里就有问题 结果也不用多说了 叔叔把他们带回了局里做笔录 具体赔偿要经过评估之后才知道 最终我的409零花了15999 车主那边不加底猛龙是限量款 你表盘什么都砸坏了 维修费用估计在100万以上 李大爷那边被砸出了脑出血 做手术加上住院 家人已经垫付了20万了 叔叔经过初步责任认定熊孩子一家 至少要赔偿150万以上 一听到这个消息 熊孩子的姥姥开始在地上撒泼 说这是要了他们的命啊 他准备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不活了熊孩子的姥爷也气得晕了过去 熊爸从外地赶回来 奋力狡辩但是无济于事 只能乖乖签了责任书 当天晚上隔壁传来了独身炒肉的声音 熊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童年 随后又传来熊爸妈的争吵声 都是你惯的小虎变成现在这样 现在好了吧 我们一家可以露宿街头了 几天后熊孩子一家从我们小区搬了出去 我想说的是 人不是生下来就能懂道理的 一切都需要家人和老师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不要用年纪小当作纵容的借口 千里之低 汇于医学 小毛病也可能会闯大祸 熊孩子喜欢欺负同学 最后被扔下跨江大桥 表弟学校有个熊孩子 虽然才读四年级 但是已经有一米七了 营养也吃得很好 仗着身体优势在学校里横着走 身边跟了两个马仔 一个叫长江 一个叫黄河 即使是五六年级的遇见了 也要暂时 三个人经常在学校里吸附同学 例如先女同学裙子 让别的同学帮她写作业 想其他同学东西都是家常便饭 甚至他们还在放学后 唯独一些学生 说要收照顾费 交了之后就照着你 同学们都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反抗或者试告老师之后 都会被狠狠地收拾 这也越发助长了熊孩子的气焰 见人就说自己是实验小学扛霸子 老师也把熊孩子的家长请来过 可谁知道听完老师的告状 熊霸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一脸自豪地拍拍熊孩子 我儿子还真是有出息 老师见状又说助长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要是再有类似情况只能被劝退了 谁能开除我儿子小孩子之间 打打闹闹有什么关系 又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副校长是我大救 你开除一个给我看看 老师也没有办法 口头再警告了两句就放他走了 熊孩子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连老师也不怕了 很多家长也察觉了 有时孩子回家不开心 像是被欺负了 问孩子怎么了也不说 有些家长就干脆把孩子转学了 慢慢的熊孩子把自己的地盘辐射到了学校周边的街区 有事没事就教课带着长江黄河在街上瞎溜达 多有五过仔的派头 这天熊孩子照例在溜达 鼻孔朝天不看路 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一个黄毛 黄毛也没打算太计较 可谁知熊孩子反而一脸生气 没长眼睛了 不看路 黄毛顿时气笑了 哪里来的小屁孩说话真冲 小子是你撞的我本来没打算跟你计较 现在你乖乖道个歉我就放你走 熊孩子天天当大哥哪里听过这种话 二话不说一拳先打了上去 叫谁小子呢 你勇哥的名头没听过哦 今天必须得给你个教训 黄毛脑海里搜索了一下也没听过这一片 有什么勇哥啊 你个小屁孩搁着跟我过家家呢 我管你勇哥还是勇弟敢打老子 活腻歪了 说着黄毛就冲了上去 长江黄河也出手了 三个打一个 虽然他们三个营养比较好 但是黄毛毕竟有经验 几下就都给撂倒了 小屁孩听歌一句劝回去好好学习吧 你这两下子也就欺负欺负小学生 黄毛说着潇洒离去 可熊孩子已经怀恨在心了 这天晚上黄毛在一个烧烤摊喝得醉醺醺的 准备一个人回家 路过的熊孩子下好遇到 心中暗叹机会来了 他马上在路边捡了一块板砖 娇咪咪的跟在后面 走到一个桥上 他趁黄毛想要撒尿的时候 突然冲上去一转 开在了黄毛头上 一下把黄毛砸清醒了 回头一看又是这个小屁孩 他大吼一声冲上去 先控制住熊孩子拿砖的手 接着一只手 夹住他的后颈 把他按到了桥边 你个小别三 扶不扶下次还敢不敢了 熊孩子什么时候呼过 嘴巴里冒出来的都是国粹 黄毛越听越气 再加上酒精上脑 他一下就把熊孩子翻了下去 这个桥里水面有二三十米 熊孩子落水的时候 胸口先碰水 接触面积很大 效果就跟砸在地上差不多 当场嘎了 第二天酒醒黄毛直接自首了 鼠鼠结合桥上的监控视频 判定黄毛属于防卫过当 但是鉴于是熊孩子先动手 加上是自首 最终结果是关十年小黑屋 朋友们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判呢 熊孩子喜欢捉弄汪汪队 最后被嘎了西瓜 村里有个熊孩子 最喜欢的就是欺负汪汪队 每天拿着一根棍子 看到小狗就碾一碾 不论大狗小狗 他都敢追着跑 有时趁狗不注意的时候 他还会搞通袭 一棍子抽的狗嗷嗷直叫 熊孩子看到了笑得合不容嘴 追不上的时候 他还会去捡地上的石头 一块一块地向小狗砸去 村里的汪汪队 对这个熊孩子都是望而生畏 看到了都圆养的汪两声 已是不满 熊孩子敢这么肆无忌惮 是因为村里的狗都认识他 也知道他是村里的小孩 不敢对他太凶 平时也就敢对他嘲嘲哑 警告一下他 熊孩子隔壁家的旺财 有天被熊孩子逮住了 然后揪着头上的毛 硬要坐在旺财身上 让他拖着走 头上的毛被一搓一搓地揪掉 疼得旺财呲咬咬嘴 真是闻犬伤心 见犬落泪 老李家的翠花生了三只小狗 为了为难走不开 在熊孩子面前 就成了带宰的羔羊 熊孩子天天过来欺负他 小狗还没满月 就被他经常揉来揉去 还被他扔到水里 有次翠花忍不住冲着熊孩子逼吼了一声 吓得熊孩子摔了一屁股蹲 哇哇大哭着跑回去找他爷爷 他爷爷当场就带着铁销冲了过来给他出气 翠花刚生完仔 比较虚弱来不及跑 几下就被送走了 最后熊爷爷也只是赔了几百块钱 然后就提着他准备晚上回家加餐 只是可怜了几只小狗 装装恶行让熊孩子的名头在狗圈里已经臭了 这天熊孩子照例拿着自己的金箍棒游村 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只生面孔 见了他居然没有害怕地逃走 反而在这悠闲的晒太阳 他悄悄走上去 生怕吓跑了他 突然抱起 一棍敲在狗头上 一声喊叫 不过这次小狗没有跟往常一样逃走 反而是回头一脸目视着他 发出几声怒吼 熊孩子一看吓得不行 扔掉棍子就回头跑 恶犬哪会那么容易放过他 一下就扑了上来 把熊孩子扑倒在地 咬了上去 熊孩子疼得哇哇大哭 几只汪汪队听到声音飞速赶来 身后跟着几个村民 其中正有已经被薅成地中海的旺财 他们一过来虽然发现被咬的是熊孩子 但是也没有犹豫 一起冲上去对恶犬发起了猛烈攻势 很快就把恶犬制服了 但是熊孩子的西瓜已经碎了一地 毕竟这么小的孩子在一只这么大的狗面前 完全没有能力抵抗的 熊爷熊奶 姗姗来迟 一看到这个惨状 直接晕了过去 他们晒个盗骨的功夫 宝贝孙子就成这样了 恶犬最终被嘎了 原来这只狗得了狂犬兵 正是因为脾气狂躁被隔壁村赶了出来 下好路过我们村遇上了熊孩子 被挑衅过后狂性大发酿成惨剧 村里的几个汪汪队在这次战斗中也有几只受伤了 虽然他们经常被熊孩子捉弄 但是作为村庄的守护神 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村民 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就上了 这就是咱们的中华田园拳 恶人自有天收 朋友们 你们还有什么土狗的故事吗 熊孩子惹到狠人 我们小区刚搬来个熊孩子 一搬来就开始肆无忌惮 经常在楼道里随意大小便 还故意弄坏停在小区楼下的汽车 邻居也多次找到熊孩子家沟通 但由于熊爸妈态度特别蛮横 每次谈话都是不欢而散 有天我下班回家 刚走到门口突然一个面 蹭着我的头皮掉在地上 吓得我顿时三魂没了气魄 抬头一看熊孩子 更趴在窗户上哈哈大笑 我十分气愤的跑到熊孩子家 你家孩子往楼下扔灭火气 差点就砸到我了 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也太不大气了 他才多大呀 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 这不是没砸到你吗 我顿时气得鼻孔冒烟 要是砸中了 我还能站在这跟你讲话吗 眼看理论不行 看来我只能拿出我的三十六计了 我一脚油门轰到了小姑家 还带来了我那个同样无法无天的堂弟 小老弟 你大哥现在属于是被欺负了 需要你出手了 堂弟不愧是跟我练 一靠五连天直接把熊孩子撂倒 哭着回家找妈妈 很快熊爸妈找上门了 他才多大呀 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多正常 你不会这么不大气吧 我把他之前的话还了回去 可谁知道熊爸妈回去之后 直接把熊孩子送去了武术学校 说怕孩子以后受欺负 熊孩子学成归来 果然今非昔比 一路挑战 把小季幼儿园打了个七进七步 基本所有小孩子都被他揍哭了 熊孩子还不满足 开始挑战大人 这天他看见一个男子 神神叨叨的在前面走 他就开始在边上小心 男子根本不理他 熊孩子就一路跟着 嘴上还一直说着国粹 当天晚上到了十点 熊孩子还没有回家 熊爸妈害怕的满小区寻找 也没有找到 只能打电话叫了熊鼠 熊鼠通过监控锁定了那个男子 很快就找到了他家 直到打门而入 却发现男子很淡定的坐在沙发上 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熊鼠连忙展开搜查 熊妈见状直接晕了过去 熊鼠当即把男子带进了锁里 路上发现男子神神叨叨的 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经过医生诊断该男子患有精神障碍 受到刺激或者挑衅就无法控制自己 最后男子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我想说的是 保护孩子的方式不应该是单纯的去武装他 要是没有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社会终究会给他上一课的